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红禅因祸得福 落选防岗29人名单却受意外滋起 何为一枚白等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全红禅那些朋友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全红禅最近在国家队集训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我们也知道其实目前这段时间的全红禅都在国家队进行集训 对全红禅来说前段时间的参加了太多的一些比赛 包括奥运会还有全运会等等 其实也已经消耗到了很多的一些体力 包括一些状态呀包括一些动作方面的可能都需要 那么其实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 打磨之后在线上的也需要重新调整 才能够去更好的去应对明年的更多比赛 所以全红禅现在也正在国家队进行紧张的集训 并且呢也非常的辛苦 对他而言呢可能也确实想利用这段时间的 好好成长争取在之后的比赛当中 获得更好的成绩 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全红禅集训的同时呢 其实在最近收到的一个坏消息呢 让他应该也是比较难过了 最近提议总局呢也是选出了29个人那么准备去中国香港这边的参加一个交流和访谈 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说呢能够参加这一次的一个防感名单 参加一个交流呢 无疑也是个重大的荣誉 而这一次呢那么其实作为中国跳水界的一个信息呢 这一次全红禅却是意外落选 反倒是他的师兄他们呢两个人是入选了 所以这次可能对全红禅来说确实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打击 毕竟他本身取得的成绩是破天荒破纪录 也是非常了不起 甚至得到整个 世界的一个体育 这个体坛的一个赞扬 那么这一次没有能够入选这次名单的话可能对全红禅来说也失去了一次交流了一个机会 当然其实与此同时对全红禅来说虽然这次不并不能够参加这个交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就在最近呢 全红禅其实也收到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意外之喜 那么对他而言呢应该也是比较欣慰的 那么就在最近我们看到全红禅呢也是传出了现在他家里面的已经收到豪车的一个好的消息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汽车的品牌呢在此前是允诺说会送给全红禅的那些奥运冠军一辆50万的豪车 那么这一次呢这个豪车的一个承诺也是终于兑现 并且这个品牌的汽车已经把车呢送到了全红禅的家里 所以对全红禅一家人来说呢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惊喜 本身他家里面有没有整体条件大家也知道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几个姐妹要读书要吃饭要各种各样的一些支出 而他家里面的妈妈又因为生病一些留下一些后遗症不能够工作 家里面仅仅是支靠依靠着他的父亲在工作 所以现在能够拿到一辆豪车不管是用座椅家里的一个用途啊 还是说直接把它变卖我相信对他的家庭环境整体的一个生活呢应该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所以这次其实全红禅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虽然说并不能够去参加这个房感名单但是与此同时也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次而且呢其实对陈红禅来说呢除了收到豪辞之外 那现在不能够去参加房港了 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能够在整个跳水队当中呢拥有着更多比别人更多的一些训练时间 毕竟在之前的视频当中那么我们也曾经提到过了 其实陈红禅在他现在这个年纪呢可能要面对一个发育观的问题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国家对对他来说呢可能也想利用这段时间对他进行好好的一个培训 好好的调整争取让他能够早一点跨过这个发育观 争取在之后呢能够争取到赢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其实从这一点当中其实也看得出来那么中国跳水队也确实是用心良苦 对陈红禅来说可能呢也是寄予厚望 所以才会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呢不要让他分心让他继续好好训练 而对他的这个恩斯和魏仪来说那么这次也算是终于等到了这么一个机会 那么中国跳水队呢也确实是下了一番苦功要对陈红禅进行全方位的一个调整 让他能够好好跨过这个门槛 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对于陈红禅来说这次呢并不能够参加防港交流呢也不是一件坏事 对他而言他能够利用更多的时间来做好自己的调整 提升自己 其实总体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惊喜 很好的一个消息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呢 陈红禅能够在接下来继续加油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